保护大脑健康保姆级饮食方案讲解 在探讨如何通过饮食保护大脑健康时 Mind的饮食又叫新制饮食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 这一饮食模式不仅融合了德书饮食和低中海饮食的优点 还特别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如痴呆症提出了预防策略 那痴呆症的发生后60%左右取决于遗传的先天因素 40%可通过后天努力干预 那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具体来说新制饮食鼓励摄入富含抗氧化剂 Omega-3脂肪酸维生素E B族维生素及叶酸的食物 同时限制或避免对大脑有害的高脂肪高糖及加工食品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食物清单 第一大类是绿色叶子的蔬菜 它们富含叶酸维生素E等 比如说像甘蓝菠菜 建议每周至少吃6份 第二类就是其他类型的蔬菜 就每日至少有一份非绿叶蔬菜 优选低淀粉型的 比如说西兰花花菜 茄子 西红柿等 第三类就是鱼类 因为我们大脑其实是很喜欢脂肪的 尤其是Omega-3含量比较多的 比如说三文鱼 每周至少一次 当然现在由于大家对于深海产品的忌惮 一些地区确实也不方便吃到鱼 所以很多人吃鱼实际上是不够的 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鱼油 但是鱼油的选择又是一个注意点 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尤其是要关注鱼油的来源 鱼油的纯度 DHA的量 而不是鱼油本身的量 或者是这个Omega-3的量 由于纯度越高 吸收利用率越高 鱼油分异义型和RTG型 后者吸收率更高 第四点就是浆果 每周至少要吃两次浆果 譬如说像草莓 蓝莓 覆盆子和黑莓 甚至最近上市的羊莓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们具有抗氧化的一些作用 研究人员认为 浆果中的高水平的类环筒 对大脑是有益处的 第五类就是坚果 尝试每周吃五份甚至更多 每份20-30克 取代薯片糕点等这些零食 但一定要检查它的配料表 第六点就是橄榄油 尽量可以使用橄榄油 作为食用的主要的油 第七点就是全穀物 在主食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一些 比如藜麦糙米 第八类是豆类 每周至少有四餐 有包含豆类 这里的豆类可以包括 比如说像扁豆大豆 它们一般富含大白质 保护感比较强 富含对大脑健康 很重要的B组维生素 第九大类是白肉 尝试每周至少吃两次白肉 但不要吃炸鸡这些 第四大类就是有一点争议 就葡萄酒 他认为就每天可以 小酌一杯葡萄酒 但是我个人不是非常建议的 此外以下的产品也是不推荐的 比如说红肉 每周不要超过三份 这里红肉就是指猪牛羊肉 以及由这些肉制成的一些产品 还有就是这个黄油和人造黄油 再制奶酪等 油炸食品 糕点 糖果 都建议每周不要超过一次 最后 即使完全不能遵循 这个心智饮食的每一个细节 研究表明 即使是部分采纳 饮食建议 也会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影响 保护大脑健康 是马拉松 而不是短跑 关键是持之以恒 就这个习惯 你要能够坚持得住 而不是那些很特殊的 一些习惯 你只能坚持三到七天的 将为我们未来的健康 奠定 坚实的基础